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警方 不要動 警察放下 來 上班 不要爬下 用事警力踹門攻堅 拿著手電筒仔細查看 房間裡面的人 乖乖配合不敢亂動 經過一番的搜索 警方發現不尋常的情況 那邊有血啊 台中警方網路巡邏發現 許姓男子疑似於鄧姓男子 有債務糾紛 16號晚上 被對方囚禁在汽車旅館裡面 不但遭到施暴淋虐 同伙還將打人的影片 上傳到網路 從畫面只看了說是汽車旅館 但到底發生在哪一間 一時之間難以確認 各分局警方要掌握救人的先機 馬上把人通通撒出去 請上百家汽車旅館業者 大家一起幫忙確認 警方趁嫌犯還沒退房就破門抓人 並且在醫院急診室 找到被丟包的被害人 他雙手骨折頭部挫傷 沒有生命危險 雙方對案情都避重就輕 但動用私刑把影片貼到網路 還是引發了各界的關注 警方將四名打人的嫌犯 以妨害自由強制傷害等罪嫌移送法辦 後續還要釐清真正的犯案動機 華視新聞林建峰照應光羅戴章 台中報導